可能他會自然發酵成他想說的話 嗯 好 我們謝謝 就謝謝錄影片 好 我們請錄影展展 不過那個固寫啊 他一直背在後面我覺得 看起來真的很辛苦 而且又不能動 然後也不能喘 我想講一下你 實體裡的幕後心的 其實 演戲的過程裡面 沒有演過死能 沒有演過鬼魂 但是你沒有演過一個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你必須把身體很信任的交給一個個人 就我們兩個其實算是一種 第一次演戲是 在那個過程裡面是 信任佔了百分之九十九 然後有一部分是交給老天 就是萬一他把我 對象會掉下去的話 我就好變成 就像死人一樣 其實我還 有一部分蠻期待的 那時候就把我塞下去 你早說嘛 就真的蠻危險的啦 結果演員很怕 沒有演 就是你不演沒有關係 這樣子不要讓我當死 對不對 我其實裝死了很久的 但是論真說整個 很開心是 真的進去台灣 那麼多的生意 也讓我第一次發現 其實我也是一個自然的一種生 就是從我吃的 我喝的 然後知道我呼吸的 我平常在多次裡面 我完全不覺得 但是走進去之後 我發現 真的 我們不要分 大自然是大自然 然後我們人類是人類 我們其實都是嘉賓 謝謝兩位 謝謝你 這部片子 今天要多多兩天 找這麼美麗的景 尤其裡面 很特別的森林 我想說 可以請兩位 結局跟妳講一下 在整個製作過程啊 如何克服這些 氣候啊 森林的那種難度 我們早幾天 其實發育的時間 因為 續船裡面 相關的一件 就有些持續 那這些東西 在進入山裡面 以後它有一個過程 就是從 比較厲害的辦法來發 那因為我自己也沒選擇 但我自己就是 很強的登山客 所以 但是我基本上 這就是對 臺灣山裡面的變化 有一些基本的變化 所以其實在早景的過程中 在還沒有給導演開造成的行程 就是有些要求 就是一些值輩的變化 其實蠻明顯 所以是不能偷懶說 每個一個時代 三千同一代 一百七千一代 都把它拍到 所以這個整個早景的過程 然後還有 找到一些景之後 走去選擇 因為器材的關係 每個運輸各個方面都有問題 所以其實有一些景 是有些失望 但是 在之前的過程裡面 如果 有一些心想的困難 就在這裡做一些選擇 所以 這整個過程其實是蠻煩的 那我特別要提的是說 其實大家都覺得 這些景好像特別好漂亮 應該是找到景一個拍了 不是 所以說我的美術其實花了很多工 這就是厲害的美術 它花了很多工 也看不出來 你也會有理想 對 對 這個是很多很多 都會寫在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 決定好路 從十月二十八號上 可以到十月二十三次 通常住一下 謝謝 其實我知道祥如跟那個 導演其實都是大學的時候就認識了 那 我知道 當初見到這本的時候有沒有很誇大 想說把它 這個拍出來 不會 也很興奮 因為 看那麼多一個人 然後 在台灣看過 這麼多台灣的作品 看到剛剛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很興奮 因為第一個只有兩個女人 沒有女人 第二個只有一片森林 其他什麼城市的事都沒有 所以對我們兩個 就很快我就把劇本拿給比較好看 然後對我們兩個要做製片人來說 其實我們兩個一開始 一個人 都不怕不怕戲 就是不知道後面有這麼多痛苦的事 在前面就變得很興奮說 這會是一個很奇特 很不一樣 然後應該會給所有台灣觀眾 看到不一樣的台灣的 一個電影 所以路姐這兩天在做訪問 講一句話 就是講到我們的心函裡 就是 之前大家看不看見台灣 看見台灣是從上面拍台灣 你看到一個台灣的輪廓 看到台灣的樣貌 如果這樣說的話 等不及森林就是把攝影機跟人 都帶走進台灣 台灣最大的地面積其實是山 是森林 可是我們其實是活在森林裡外 這一點點的平地的地方 然後我們對於我們最不了解的地方 其實是 它應該是最親近的 但是我們確實會陌生的 所以這個電影包括拍攝 到現在跟出來 大家看到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 帶點大家有這樣的感覺 那我跟耀環不一樣 耀環卻很愛分山 我沒有愛分山 然後 所以我開玩笑說 拍這個電影 我們走到山上的那個 就是那個爬山的擴桃 已經弄掉了一輩子 所以爬山的這個比例了這樣 所以在這裡 我最後講話 所以我除了謝謝兩位 真的很辛苦之外 真的真的要謝謝 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沒有他們 背著這些東西 帶著這個 所有的